比較正面的說好話、做好事的這種 其實鐵華春是這樣 我們的演出啦 有時候是低銷 然後有時候是售票 這當然比每場演出的形式不一樣 會有不同的作法 那這個地方很特別 就是在那個 四年前 就是 有那個 台灣好基金會 那時候交通部光局的一個案子 然後他們就把它承接下來 其實就是 原本是有一群人啊 台東的藝術家 他們就在討論說 那台東 缺乏什麼 或者是有什麼東西對台東是不錯的 然後大家覺得 那我們弄一個展演空間 因為我們會發現說 大家可能知道很多歌手都是 都是台東人 但是他們長期都在外縣市演出 那台東這個 音樂能量這麼豐沛的地方 卻沒有一個 比較正式一點的展演空間 就相當可惜 那於是 於是就 漸漸的集結這些藝術家 開始做一些 裝置藝術 或是一些 音樂上面的 一些整理這樣 大家就 慢慢的聚集在這邊來 那這幾年也滿多 那個歌手就是 可以回鄉 回到家裡面來唱歌 然後給大家聽 他們也覺得很高興 那 其他 他還是有他那個 很有益的社會責任在 就是大家的這些消費 他必須還是給有這些商業行為 那這些消費的銀魚 最後都會回歸到那個 在地的音樂人才上面 其實我們也都在培育 培育 補什麼 5% 5% 是說 銀魚的5%嗎 銀魚的5% 好的 詳細數字我沒有那麼清楚 那剛剛 剛剛跟我打pass的那個 是我們的村長 大家 大家也可以偷偷跟他打pass 村長 是我們這裡的靈魂人物 剛剛講到那個 火爐就是他弄的 火就是他剩的 好 OK嗎 這解釋可以嗎 可以 新聞稿會比較好寫 好 好 好啦齁 還有什麼問題 待會兒都可以找我們工作人員探 齁 唱一首那個 中國民謠歌手的一個 叫做李治齁 好 好 詞曲 李宗盛 他们说我不爱你 你拥有我的不只是纪念 可是你比我小了六岁 如果我们就要结婚 我怎么能受得了 宝贝我知道 虽然你不说 如果我们明天就要结婚 我怎么能受得了 宝贝别在夜里等我 我怎么能受得了 我已经不会是想像它们 可是过去怎能却忘记 你不相信我 也不会再说 宝贝随便吧 随便吧 我想和你在一起 直到我不爱你 宝贝任何人 一场游戏 我愿意为你死去 如果我还爱你 如果我还爱你 宝贝任何人 宝贝任何人 一场游戏 我愿意为你死去 如果我还爱你 宝贝我也只能 这样为你 这样为你 宝贝 我也只能 这样为你 宝贝任何人 宝贝任何人 宝贝任何人